我在同场讲一下 这些是带着量涨的 有一些在今天台股没有量 但它带着量跌 谁趁着今天出货了 还是他只是换了下手 伯磊 大力光刚才讲过了 月城 亚太 锦鸣 来 再下一页 一样出量下跌 还有细维 利德 昨天的一粒电 LED的融创 里州 这些带量下跌的 你觉得谁可能要拉紧报 资金有出货的盈利 我们看一下细维 昨天也都还不错 细维来讲的话 第一个 我今天报大量 当然你要看这个 现行的时候 你要看第一个 它是不是来到钱高 这叫做压力 钱高是压力嘛 第二个来讲的话 昨天很强哦 昨天是大涨的 今天就开高走低往下 而且带量 这代表说有人在钱高 不管是套牢的 套牢不想要继续报的 就卖出来的 或者说真的有人就卖了 短线也是获利了结的一个部分 这样对它的续航力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不好 就是可能就是 钱高有压力 短线涨幅又有 那又出量去做一个开高走低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不好 我们再看一个一粒电 左掌金碟 而且一样报大量 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觉得它的状况 比细维要好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虽然说它出现一个 报大量 可是问题是前面 没有什么压力啊 不然你在缩小点来看嘛 它的位置来讲的话 真的海阔天空 还好啊对不对 也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底型出来 它比较像怎么样 可能像未来的 可能像东洋 也是上去之后 可能会有卖压 这一阵 这个另外讲的话 你就拉回在五日线左右 就可能去承接 搞不好都有一个钱可以赚 了解 好 谢谢观众 请先回座了 这个是在今天盘中 大盘只有2600多亿的量 但他们出量了 这个量是追价的 还是这些还有有人在到货 操作这里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接下来两段的节目非常重要 大家都在等今天晚上的经济数据 所以今晚过后 全球的市场到底走向机会还是命运 哪一些的利多 哪一些的多空 怎么交战 休息一下 陈老师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